今天讲如何修复Windows无法启动 这个方法适合于Windows 10 也适用于Windows 11 首先我们启动这台电脑 在启动的同时 我们按F11键 然后进入到这个界面 如果F11键不起作用的话 我们可以长按电脑的开关键5秒钟 尝试进入到这个界面 然后这里点击高级选项 第一种我们可以尝试启动修复 如果这种方法不适用的话 我们再回到高级选项 还是以难解答 我们可以选用第二种方法 启动设置 这里点击重启 第四项使用安全模式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 可以进行修复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再进入到安全模式以后 来进行修复 第五种 如果我们同时需要网络的方法的话 那我们可以选用第五个选项 使用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 那进入安全模式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安全模式里面 来修复这个Windows 点F5 现在就进入了Windows的这个安全模式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安全模式下对Windows进行修复 等修复完以后 这里重启 如果前面两种方式都不适用 我们可以尝试用输入命令行的办法来尝试修复 打开命令提示符 在这里首先输入C 因为通常Windows都是安装在这个C盘上面 我们用DIR来看一下里面的文件目录 这里有一个Windows 还有一个Program Files 这两个文件都是在这个C盘下面 如果不是在C盘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DiskPod 然后用这个命令 这里显示总共有三个盘幅 D、C和E 如果不是C的话 那我们就分别到D和E里面再去看一下 就是Windows和Program Files这两个文件夹 是在哪个磁盘下面 运行这条命令 检查这个磁盘 磁盘检查完以后 我们开始修复启动问题 首先修复MBR 用这条命令修复MBR 再修复这个启动 还是这个PotRack命令 重建 继续输入这条命令 现在我们成功创建了启动文件 接下来再扫描一下磁盘 这里显示已经修复了损坏的问题 我们把这个窗口现在可以关 现在点击继续 就应该能够正常启动了 现在正常进入Windows操作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